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能源的消耗会比其他国家消耗得更快 并且在如今的这个发展时代里 能源就等同于国家的命脉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的话 就算你有再好的技术你也无能为力 因此每年我们国家都会花许多的钱在能源进口上面 我国也为了运输能源的方便 开凿修建了许多路线 比如为了方便煤炭资源的运输 我国就投资了2000个亿来修建一个潮级工程 我国著名的三峡工程的全部投资已经是巨大的了 但三峡工程在后面的使用中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而这个工程的投资相当于5个三峡那么多 是不是让你很惊叹呢 这项工程就是萌华铁路 这条铁路可以说是我国最长的一条运煤专线 它的起点在内蒙古 总点到达江西 整条线路共长1837公里 这条运煤专线按照设计 它的运输能力能够达到每年2亿吨的运输量 这一条铁路一旦开通 并且正常投入使用 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煤资源运输能力将大大提高 运煤效率也会提高很多 并且这条铁路是专门为运煤所提供的 所以我们之前那些比较复杂的线路 就可以只作为辅助运送使用 那么我们的运煤成本也将会降低不少 三峡工程依靠它每天的发电量 以及旅游或者其他方面的应用 在短时间内就将所有的投资成本收了回来 并且运营到现在 已经为我国带来了很大一笔收入 那么这条铁路据说有希望 能够在下半年彻底完成通车 不知道它能够为我们国家带来多大的利益呢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